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可以嗎? 可以喔 好好笑 有沒有後悔來 嗨大家好我是Yan 那我的頻道有一陣子沒有新的影片了 不是我互拍 只是因為我家裡已經沒有地方放 就是放我的收藏了 變成說我開了也沒地方放 然後我就想說 要想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畢竟很多收藏家都知道 空間絕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我就找了一個地方 來放我的收藏跟以及我未來可以拍片的地方 那我也剛好整理了我的收藏 想說那我今天來拍一個 分享我目前的收藏的一個小影片好了 因為剛好搬家的時候有把它整理起來 就比較集中一點可以來拍一個影片 來分享一下 我入坑的時間差不多一年而已 我才玩一年的公仔 我是那時候疫情的時候入坑的 那時候去抽一番賞 好像是三兄弟的一番賞吧 如果我找到照片的話 貼在旁邊 就是三兄弟的一番賞 我跟我朋友去抽的 我朋友帶我去抽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我就 就是 就是踏入那個不歸入 就是那個公仔坑 那今天就來分享一下我一年的收藏 我的收藏主要是以海賊王為主 然後我目前的類型是 POP跟TK這兩種 那我就先來分享一下我的POP的東西吧 我們來順便算一下我幾隻 POP的公仔 海賊王的公仔 這個是兩年後造型的普魯克 再次起航 兩隻喬巴 一個是兩年後造型的喬巴 跟這個普魯克 算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一個是 盒之國系列的喬巴 目前還在出的盒之國系列 那你們大家可能會看到 有一些公仔他們還在盒子裡 就是因為 我原本的地方已經放不下了 就變成說我沒有把他們 拆擺出來擺 所以就讓他們先活在盒子裡 之後等這邊弄好的話 我會把他們全部都拿出來擺 畢竟公仔就是要拆擺出來看才好 哈哈 才有意義啊 兩年後造型的 騙人褲 一樣跟他們一樣是 算是同一個系列的 這個是 艾絲 這是我個人覺得 POV第二好看的艾絲 就是除了那隻 動態有特效的 POVMAX的艾絲之外 第二好看的 那也跟他姐姐莉莉 小時候的樣子 這一套是搭配在 POV前陣子再版 貝爾梅爾 搭配他們兩個 搭配那一隻 買的 女帝 出版女帝吧 他後面有 記得有再出一隻 可以眨眼 有眨眼的麵條 這一隻是沒有眨眼的 應該是出版的女帝 女帝 摩莉亞 西武海的摩莉亞 摩莉亞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這一隻 然後這一隻也最近有點 算是小長起來了 我個人也是後追的 漲價價錢也是比較高的價錢買的 可是這隻真的做得很棒 又大又讚 我怎麼突然覺得 我這樣要來回起來好幾次 感覺有點累 想到就有點累了 雷貝卡 小時候跟士兵先生 這兩隻也是買來之後 跟他們長大 就是有一個工作室有出 居乳式的 POP筆列居乳式 然後我再配上 POP的雷貝卡 然後再帶他們的小時候 做一個搭配 之後應該也會開箱等居乳式來的嗎 羅傑 羅傑是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一般的羅傑 但是我覺得最近 動畫有新造型的羅傑 我覺得那個羅傑 可以出一隻POP 我覺得那個造型的羅傑 比較 應該說新嗎 也不知道 就是比較好看 比這個早年設定的樣子 有改變不少造型 雖然還是長的一樣 只是動畫新的樣子 有微微的改變 雷貝卡 這是剛剛說的 本袋居乳式 來跟他做搭配的雷貝卡 而且我在剛剛 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很多POP 都是還有運輸盒的 就變成說 可能沒辦法 讓大家看到 他長什麼樣子 但是你以為我只會說 簡單帶過去嗎 沒有 我要把它一隻一隻打開來 就是變成說 等下每一隻 我都會開 我都會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再擺在後面 做一個POP牆 看可不可以做成一片牆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幾隻 有 等下的動作不知去哪 還要開 開完之後待會還要放 20週年的魯夫榜 這個魯夫好像還有另外一個造型 是手拿帽子的 這個是手拿肉的 還有這個是手拿帽子的 這隻我已經拍過開箱了 因為那時候剛好買 然後就順便拍個開箱 沒什麼特別的 說實在 畢竟魯夫也是個粗到爛的角色 花劍 白虎這孩子團的第五番隊長 也是少數 白虎這孩子團裡面有出POP的人 因為他們孩子團裡面出 只有 一番的馬可 艾斯這兩隻熱門的 最愛就只有他了 有POP POP有出 其餘的 沒有 只有GK 所以如果想要的話 去買GK 我都有買 再來是兩年後的 這隻是兩年後的 羅 德島編的羅 因為我記得它有個帶墨鏡的造型 不是在德島編裡面變裝的樣子 所以這應該是德島編的羅 喔 清武海 沙二 沙二 這個是第二個版本的 它有個DX版跟EX版 這個是EX的 差別就在於 地台的顏色跟 公仔本身有微微的 精緻度的差別 可是很多人覺得沒差 啊我剛好是比較喜歡 黑色地台 因為它是黑色的地台 另外一個是土黃色的 所以我就賣幾次 貝克曼 紅髮的副船長 貝克曼 早期的角色 後面出場的造型比較少 但是一樣 很帥 而且有人說它好像是最強的黃腹 但是因為現在根本就沒有看過打架的樣子 所以我個人覺得 等它打架再說 最強黃腹這個稱號不好稱 其實畢竟 世王們的黃腹都一個比一個還扯 兩年後的 魯夫 香吉士 就是一樣 他們有個系列 再次起航 算是POP很多人的入門款的共鳴 就是比較容易湊成一套 畢竟就是 炒麥子團九個人而已 而且都有出完 價錢也不高 除了 保障機 比較已經有點天價的情況 其他幾隻都很便宜 所以很多人會選 這一個系列做 入門款的共鳴嗎 不知道 然後一樣 兩年後系列的 索隆 納米 同個系列 這個一樣是兩年後系列的 羅賓 就是他們再次起航的羅賓 這個是 薩波 最近也是長滿兇的 因為他本身 其他本身就做得不錯 因為他配件很多 很多小配件 而且滿多造型可以做搭配的 然後外加劇情的關係 他有點小長 還有革命軍也出了一兩隻新作品 導致他們整體有微微的長 但薩波本身又做得很好 無可懼 剛剛講到薩波是革命軍嗎 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個 超大盒 有沒有叫超大 這隻有個好玩的地方是 這隻大雄看 本身很大隻 盒子也很大隻 但是他實體超輕 可能比後面幾隻小隻的還輕 雖然很多人覺得 大雄這個拿起來沒有實體感 但是他本身價錢也是不便宜 也是在必要便宜 算貴的 早期 再來是薩波的 波 我已經累了 薩波薩波 薩波的 青梅竹馬 不是 老婆 薩波老婆 小時候被那個嘛 魚人孩子談舊的那個女人 不知道會不會忘記 哪一個是哪一個的啊 沒有 上面用寫名字 再版的貝爾梅爾 就是我要拿來跟 娜梅還有他姊姊做搭配的 很可愛 這就是這樣 我當初會買這一套 因為那時候娜梅 我也是在社團搜了一陣子 當初會想搜這套 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張照片 很溫馨 很漂亮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抽一套這樣子 所以我就買了 我怎麼覺得有運輸箱的作品 好像有蠻多的 我是不是要拆到什麼 要拆到什麼 每一隻都拿出來 秉持的分享的精神 我一定要每一隻都拿出來 不過單純帶名字而已 戰國 海軍 不是神物 海軍好的作品 戰國 卡普 海軍英雄卡普 但是做得很好 很好 就是因為做得太好了 才導致 好像前陣子很流行 高法 就是造版的卡普 而且做得也蠻像的 馬可 它是DX版的 馬可好像總共目前有兩種 就是DX跟MS的獸化馬可 然後獸化再分兩種 黃角跟藍角 然後這是最一般的DX版 何之國魯夫 魯夫太晚 讚 鷹眼 七乎還鷹眼 鷹眼有兩隻 有一隻是早期的老物 那隻真的做得很不OK 它的那個造型 好像是剛跟索隆遇到的那個樣子吧 就是早期的作品 還是這一隻鷹眼好看 喔 這一隻沒拆宣旨 一樣 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它沒拆宣旨 再反吃人鬼 之後再開箱好了 現在也看不到它的樣子 你看POP就是一個很奇怪的規則吧 就是在人門的角色 女角都是有機會出來的 反而人門的角色男角 你看它出來真的是很難 所以連這一隻都有 POP 卡溫迪許 就是人家說的白馬 它是第二個版本 在版的第二個版本嗎 它是有它變身的那個臉 頭條的版本 再來是 海軍三大將 親自赤犬 黃遠三將 我本來三大將是搜摩完電腸的坐姿三大將 那個應該很多都看到它的影片跟樣子 就是很多時候的神物是有雏形台 當背景 所以它高配有雏形台 然後再來是三大將坐在前面 我本來是有那個三大將 但是我把它賣給同號了 後來一般的POP就好 因為 那三隻我之後如果有機會再收回來擺好 因為個人還是覺得POP也不錯 而且價錢差蠻多的 物操鎖子 好 我已經被電腦擺了 所以我先擺前面 盒之國鎖囉 就是POP開始價格越來越貴 盒子越來越大 新品 盒之國鎖 這一隻有個比較特別的故事 是其實我當初預購收到的時候是 破損的 就是它的運輸箱是有壞掉 感覺就是被義務刺入 就是它這邊也被刺穿一個洞 然後我就詢問當時預購的店家說可不可以壞 因為真的說實在的 你說盒子就算了 但是這個塑膠殼有破裂什麼的 我覺得還是蠻影響的 畢竟我是預購新品 那這店家非常好 它也讓我換一個新品 就是無條件換一個新的 那如果之後有機會再介紹給你們 讚 好的店家 讚 紅髮 POP紅髮 哇 這個連 有開過吧 我應該沒有沒開過的作品 多少都有開過運輸 可能沒開過公仔本身 但是我運輸我一定會開 因為我要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買A送B怎麼辦 何之國納米 小 貴 香 這個是 加藤裸 沒有啦 沒有啦 何之國裸 何之國裸 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手是要搞成那樣子 我也是不懂 這隻也是開箱過的 這隻也是最近有點 算長起來的 超新興 因為劇情的關係到何之國篇的後面 因為劇情 它跟基拉 基德基拉這兩個都長 蠻多 尤其是基拉 我到現在還沒收到 有人想賣的話 可以告訴我 天價就算了 基德 這隻很小隻 未判先猜 加洛特 一定只用一方名字 加洛特 這隻很可愛 超可愛 超香 我很期待POP出 月亮獅子型態的加洛特 那一定更像 畢竟它原本就很像 萌戲角色 每個動漫做的 你都一定要有這種角色 最後 這隻應該是最後了 我待會再看一下 還有沒有POP 我沒拿 沒看到 這隻應該最後了 不算神物 但是也是長滿多的 POP MAX的佛朗基 也是兩年後系列共鳴需要的角色 佛朗基 東西很多 很大 那我的POP應該就開完了 我大家來 我來做一下簡單的整理 讓他們 比較好呈現 啊 再等我一下 我來看 我來看 上來看 我會被解決吧 我來看 我來看 我拍照 我的小光 原來的 我看 我拿到 我看 他可以揄 那這就是我的目前我錄坑一年以來收集P.O.P. 就是海哲宏P.O.P.這個作品的所有 總共我剛出過的樣子我算是45支 我不然有沒有算錯我待會就再確認一下 就是目前是45支P.O.P. 那時候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會收這個系列是 因為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我家裡其實空間沒有很大 然後當我玩公仔的時候其實買的蠻瘋的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景品也收集的話 可能早就放 就是很早就會放不下來 然後數量也會太多 太多重複的東西跟很類似的作品 很類似的角色很類似的動作很類似的作品 就變成說我想要專精 專門收藏一個廠牌的一個系列就好 那時候我就看上了P.O.P. 就是很多人會說是海賊王的最高殿堂 官方PBC海賊王的最高殿堂 P.O.P. 外加我是以共鳴為主 就是我沒有特別喜歡我的角色 我就是喜歡這個海賊王這個作品 所以只要他有出的角色 不重複 然後我基本上都會做收藏 但是像剛剛大家看的 這裡其實沒有很多 P.O.P.有更多角色我還沒收集到 那就是等我慢慢在回追 因為我是入坑才一年 所以很多作品基本上都是 已經出過都是我回追的 預購的可能也沒幾支 就是和之國系列那種的 跟一些比較新的是我預購 其他的你想得到的幾乎都是後追跟別人買的 那P.O.P.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鏡頭轉去看我的GK 那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不會搬來搬去 就是拍給大家看就好 去看吧 GK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我收藏GK的部分 看一下 那我就大概做一下介紹 這一支 現在看到很多GP的LOGO 很多裡面有是GP的腦粉 可是並沒有 我沒有特別喜歡GP的作品 只是因為他們出的 剛好都是我要的 那這一支是GP的 捷克 漢災捷克 那還有個J 這支K就是KING 就是GIN 然後Q就是QUEEN 捷音 這就是他們的JQK 山災 然後下面就有凱多 這一支是 凱多 很大一支 就是我之前開箱的坐姿凱多 上面這一個 忘記了 應該是白團隊長吧 好像是水牛 因為那支的盒子也很大 然後再來看過來是 這一支 這一支 白鬍子 坐姿白鬍子 之後我也會開箱 這支很帥 坐姿白鬍子 他們都是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大玩家 刺犬 下面這兩支 應該是克隆人的 白團隊長 或跟黑團的狙擊手 泛奧卡跟佛薩嗎 剛好看這邊還有個老爹 GP白鬍子 哇 其實GK很難介紹就是因為 很多都看不出來 像這一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一支 這支應該是五老星吧 然後魚人 魚人空手道 白團隊長 八班隊 上面這個應該是海軍系列 我有一套海軍的 應該是海軍的 FOC 就是中將系列 斯庫亞德 鬼蜘蛛 然後 這也不知道是誰 這個應該是海軍 喔 這是五老星 這是五老星 這是我知道 五老星的兩支吧 然後這個就是中將 欸這個有參加 中將 之後我會開海軍的 不能說大拳 就是基本上海軍有的角色 就是有做成攻台角色 我應該都會開 這是很有名的FOC 他們的海軍中將系列 之後會再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這裡也有 這一支是很醜的鶴 反正基本上GK就是這樣 我也只有GP這些叫得出 準確的名字 其餘的 不知道是誰 讚 我每個月荷包都會去捐血 捐給這些公仔們 舊舊公仔 你要說多捐血是好事 我的荷包就一直在捐血 捐給他們 對不對 你們都是我荷包的血來的 那今天拍這個影片主要就是 剛好在搬 我的公仔到新的環境 就是以後這邊就是拿來放我的收藏 跟我拍開箱的地方 然後順便想說 我拍這個影片是順便想說 分享一下我 露坑一年以來的收藏量 POP很多 真的發現 後來發現自己真的很愛買 東西一大堆 那未來如果喜歡看這種 冷門角色 就是孩子王的冷門角色 就是你只要想得到的角色 觀光有出我會買 觀光沒出我也會去找 GK看有沒有做 我都會買 就是如果有的話 基本上我都會追啦 不要當那種真的很瞎 那種路人角色 他連名字都沒有 那當然那個 想買也買不到 對不對 而且買的也沒有意義 但基本上 只要有點迷目的角色 我都會做收藏 那最近我也會開始收一些 別的作品的PVC 主要是以 也是1.8比例為準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個比例 比較舒服 就是不會太大 也不會太小 這種漂亮的比例 那喜歡看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才會追蹤我的IG 未來我會用 我會慢慢進步拍更多 更好的開箱給大家看 謝謝